东州列国 上一回正听到忠臣豫让 为了给志伯瑶报仇 前去刺杀赵湘子 没有成功 回到家之后呢 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去报仇 他的妻子呢就来劝慰他 那么豫让会不会听妻子的劝告 而放弃报仇这个事呢 咱们呀 接着往下听 他媳妇一看呢就劝他 说你呀怎么想不开 说人生求富贵 现在三家 把志伯瑶给杀了 把土地也给分了 还有韩家 还有魏家呢 你可以投奔韩家 也可以投奔魏家 你这么有能耐 他们也知道你 忠用你 咱们两口的照样有富贵 这个女人想的很简单 这个女人不是我这儿的女人 我这女人就不这么想了 这个女人想的太浮浅 像我们这儿的人不浮浅 他想着豫让你当官 你饱肥不是一饱肥 饱完了以后一开支回来 我给你炖肉吃不了得了吗 那豫让你不干呢 豫让谁说你就是了功名富贵呀 跟你这种人没法解释 豫让一甩袖的出去了 不回来了 豫让媳妇傻了 找他 过了没几天 就听说呀 有个要饭的 这多了一个要饭的 这豫让的媳妇当然动心了 是不是豫让没法回家要了饭了 他就走到闹市当中找这个乞丐 听声音听出来了 幸好那老爷太太给点吃了吧 得嘞 庞大师 您收书整的钱 这给我点吧 您赏给我点 您您拉了点就够了 花一个月的 您赏给我点 豫让一媳妇一听 这是我丈夫 走到这人面前一看 声音像 而形貌不适 这豫让呢 为了让赵湘子手下的人看不出来 把自个的眉毛给剃了 胡子给剃了 古人是留胡须的 当然胡须要修着 把眉毛胡子都剃了 浑身 凸上漆 这漆呢 凸得又不云 就跟浑身长得借赖一样 但是声音没变 欲让的媳妇这么一听 这是我站过的声音 走到前面一看 欲让发现了 欲让没理他 声音随是我站过 但是人却不是 欲让记得心里了 我这声音没变 想什么办法迫害自己的声态 找地方把这炭烧红了 把这炭望随李哥烧红的炭 愣给咽下去了 这叫突气吞炭 这一字把嗓子就烧坏了 声音就变了 幸好的老爷大爷 您在这吃了吧 我也破大事 他就变声了 他为了试试自己的声音 媳妇认得出来认不出来 听得明白 听不明白 他上他们家要饭去了 幸好的老爷大爷大爷 我实在是在饿了 您在这上饭吃了 他媳妇这么一听 开个门 这不是我丈夫 都说我丈夫变成起带要饭了 我丈夫上哪去了 他媳妇都认不出来了 他为什么就为了突气吞炭 变了声音 和慈喳照相似 有人知道他 有好朋友在后边跟着他 这是御仗 看着他 浑身抹漆 看着他吞炭 觉得怪可怜的 你要叫他御仗 他不承认 有一天冷不丁的 这御仗呢 走到没人的地方 他的朋友在后边跟着 冷不丁的叫他一声 御仗 在这一回头 他万一也没想到叫他名字 他这朋友一看 没事 你是御仗吧 御仗知道这是个好朋友吗 你找我干什么 来来来 下来下来 吃顿饱饭 跟你聊聊 愣把御仗拉上家去 御仗往这一坐 你找我干什么 说你这人好糊涂 我不糊涂 我要为制伯 要报仇血恨 我要四查找相子 我知道 你说你改变面貌 眉眉也没有了 呼吸也没有了 浑身突胜漆你难受不难受 你一吞探 嗓子也变了 你说你躺这地方 风里来 雨里去 吃不饱 春不暖 你为何血 你这种报仇的风口不对 我给你出一主意 你给我出一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 你去保这赵相子 赵相子是个爱财之人 不是爱这钱财的财啊 是爱财能 贤财之人 他必然忠用你 你得到赵相子的信任 你就能靠近赵相子了 有机会 你再把他杀了 君子报说 四年不晚吗 哪天有机会 哪天你再杀他呀 本来呢 雨让真饿了 这人给做了碗面条 吃了半截 把这碗筷子往里一放 我不吃了 你不是我的朋友 今后你没来见我 我也不来了 嘿呦 我这不为你好吗 你不是为我好 我现在要刺杀赵相子 给志伯报仇血恨 你让我靠近赵相子 得到赵相子的信任 我去保给赵相子 那么我就是赵相子手下之臣 我去保赵相子 我又终于志伯瑶 我要想杀的 我做这二心之人 不是我志伯瑶手下忠臣 遇上所办的事 我所以这么做 就是让着保仁 保仁君之人 怀有二心之人 看看 遇让是怎么做的 你这人呢 不必劝我 我不理了 面不吃的走了 那么遇让你打听啊 到底赵相子上哪去 我得想办法刺杀他呀 这天打听出来了 志伯瑶 在这悬崩山之上 修了一个渠 叫志伯区 为什么叫志伯区呢 是志伯瑶死了之后 赵相子 给他起的名字叫志伯区 当时的渠道 可不叫志伯区 是为了纪念志伯 哇这条渠盖什么 就是为了把水源吸过来 到这蓄水池当中 借着春天涨水的时候 绝开绝口 绝地水淹赵相子 虽然说志伯瑶死了 那么赵相子呢 也觉得这条区呢 挖的不容易 就把这条河区给留下了 改名叫志伯区 这志伯区呢 因为地势比较高 赵相子不放心 坐在上边啊 修一条 这条给他起个名叫赤桥 开始动工了 为什么叫赤桥呢 让这赤桥能震住这水 赤是红色的吗 这天呢 赵相子得到报告了 说赤桥呢 盖好了 已然造得了 您去看看 他就带着他手下 谋士张梦涵 带着他手下人 到这玄王山赤博瑶 赤曲点 看这条河上盖这桥 盖的怎么样 等赤桥子骑的马 来到这赤桥下 这马一抬前驰 撕立临时降 他不上这桥 张梦涵过来了 您别上这桥了 为什么呀 梁记不限其主 您这匹马 跟您有了感情了 它是匹好马 梁记不限其主 它不容易把您 带到死亡的路线上 这就是梁记不限其主 赵香子明白了 肯定这种毛病 搜 张梦涵带着手底 人一搜 果然 犹打着赤桥底下 台上一死尸了 尸以连僵了 所以说 这个欲让刺杀赵香子 练这些功夫 也挺不容易的 还得练僵尸 说那舞台上 非僵尸 咋不点的功夫 这老在这 躺着练僵尸 也不太容易 张梦涵 那么一看 您认识吗 赵香子一看 我认识 虽然他改变了模样 但是他 就是欲让 欲让啊 行行 是你不是啊 是我 撑就起来了 把匕首都拿出来了 你在这藏着 是不是要刺死我呀 不错 我今儿要把你宰了 给我家主人报仇 分理就不对了 我放了你 你还要杀我 我对你有恩 你应该弃前仇 那不仇 我就不学下这牙子了 学牙子你也听不清楚 我也憋得难受 是吧 因为我嫂子挺痛快的 是吧 我杠你 我一定把你刺死 给我家主人报仇 哎 既然拗不过你 得了 把身旁的宝剑摘下来 刺你宝剑 以资本而死吧 我就不杀你了 以权你的君臣之意 欲让 结果赵香子 这口宝剑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抬头仰望苍天 眼泪就下来了 天哪 我一片爆仇之心 没想到我没法杀赵香子 以打你的恩德 你对我太好了 智博摇啊 智博摇 我今天有死而已 我心持不甘 天哪 眼泪也下来了 血都流出来了 赵香子不忍心 说你先别死 我问问你 说你原来呢 不是智博摇手下之臣 你原来宝子是范氏 当初晋国是六家大臣 范氏中行氏 智博摇 韩赵卫 你原来宝子是范氏 范氏没了 范氏被灭了 朱行氏也被灭了 你后来才宝子智博摇 那么范氏灭了 你怎么不给范氏报仇 你干嘛非得给智博摇报仇 范氏也做过你的主人 智博摇做过你的主人 你前面那主人死了 你不给他报仇 你干嘛给后面的主人报仇 一让手托宝殿 赵香子我告诉你 说君臣以义聚会 今代臣如手足 则臣弑君如父亲 今代臣如全马 则臣弑君如路人 范氏对待我 以一般人对待 死就死了 那么施博摇呢 对待我御仗 赠一赠实 推一解实 以我当国士而论 所以我毕竟为他报仇学恨 哎呀 赵香子听完之后 十分感动 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御仗众人国事之论 说御仗说什么 说我保饭事 我不给他报仇 我保智识 我给他报仇 那么我为什么这样啊 说君臣以义聚会 说君臣 不是雇佣关系 咱们简单举个例子 说我是公司老板 我守这职工 我给你开公司 雇佣签合同 走大厅 我都不理你 第二个月 这单位辞职98% 这就是说君臣以义聚会 说君臣如手足 则臣弑君如腐心 君臣如全马 则臣弑君如路人 说犯事对待我好不好 他是君 我是臣 他拿我当一般人看待 那我就拿他当一般人看待 他完了 我再硬保一个英明之主 和智博不一样 智博对待我 正一正实 推一解实 有好吃的 他不吃 别人出国了 回来 给拿来了 你看这美国蓝莓 他拿过来了 哎 预长你尝尝 那您还没吃呢 不吃 你先尝尝些 那预长多感激 你说他都不吃给我吃了 是吧 说出国了 带了一件皮尔卡丹回来 智博腰不穿 哎 预长你穿 真精神 总是婚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他预长高兴啊 推一解实 好吃的给你 好东西给你 拿你当国事 以心相对 所以他对了我这么好 拿我当国事相论 我就拿 国事 忠诚来对待我的主人 直播药 他死了 我给他报仇 所以您听我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 原文也是这么说的 刘备 刘玄泽 被困徐州 打了外战了 刘关璋 弟兄失散 刘备的三人独进 跑着袁浩那儿去了 张飞跑到盲荡山 带着几百人 而关心诚呢 收大哥刘备 支托保证 二位黄嫂 索人下皮 曹操爱上关云堂了 曹操为什么爱关云堂 曹操 是个有心之人 如果有心之人 没有爱将之痹 他成不了大事 说我这人想办一公司 我瞧谁是眼就要谁 这不成 你得爱闲 可以这人是个精英 是个能干的人 电脑非常行 这人不错 推销也行 这人能当什么经理 我很按财 虽然跟我有矛盾 我都想办法 把这矛盾解决了 让他到我这公司来 那么这公司越来越强大 刘备刘贤德 对待关云堂 对待关云堂特别好 异性别名 胜似同胞 君臣以一聚会 说刘备错不错 刘备错了 如果刘备要听了赵云的建言 要听了诸葛梁的话 不去报仇 那么这实力就保住了 将来刘备能得三分之一天下 那有希望的 但是刘备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刘备不这么做 今天就不学刘关章了 一聚会 刘关章这仨字就灭了 没有义气了 不报仇了 所以你不能离开那个时代 去分析事务 说刘备错不错 我也恨他 如果他不报仇 将来诸葛亮可能就能够打到 曹宋那 把曹宋灭了 把孙权这也得了 将来保着刘备刘备德 一统天下 虽然刘备的儿子傻点吧 但是也能当皇上 有诸葛亮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君臣以一聚会 甭管是单位的领导 甭管是部下 甭管是一部门的领导 不过哪个公司 只要是一个小的团体 意义相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后来刘备刘夕德 两个夫人跟着 关云城 坐针下批 曹宋爱着关云城 什么时候爱的 就因为温九长华雄 爱着 董卓手下 大将华雄 太勇了 袁绍 是独盟主 十八阵诸侯的领导 可惜 十八阵诸侯就没有一个人敢对战华雄 轻动 关云城 关云城挺身而出 蒙主 冒怨出战华雄 袁绍 怎么一看不认呢 干嘛的你 要怎么这人就浮浅 干嘛的你 北平太守 公孙丹 站起来了 用手一指刘备 这位是大汉宗亲 汉高祖 二十一世玄孙 姓刘明 辈赐玄德 平原县的县令 这位 说要出战华雄的 是平原县县令手下的一个马公手 马上拉弓射箭的 县长底下拉弓射箭的 袁绍 袁绍一听 轰两夫妻 十八阵诸侯 这么多有名的勇将 在这儿抓的什么 你不是马上拉弓射箭的吗 曹队用手一摆 且慢 既高奋勇必有此能 说这人敢高奋勇 他有着本事 来 看就伺候 手下人 筛过一杯热酒了 曹操 断了这杯酒 走到观音堂面前 将军 饮此酒 以壮将军之胆 回来再饮 多大气魄呀 出现了 弩斯江任等班安上马 听外边 塌塌塌塌 啥呀 催马回来了 华雄人头帮弟一扔 再接这杯酒 酒还没凉呢 这叫温酒展华雄 我说你说三国 你得这么说 这段温酒展华雄 是奠定三国的基础 说明曹操将来 必能得天下 说明观音堂将来 必成华夏第一勇将 说明元少元鼠 必然失败 你要老研究他什么招数 在外边打来打去 青龙出水 埋头转 迎手连剑队 被砍 打了打去 那九岛梁了 这十斗辣也都冻成冰棍了 是不是 曹操爱上观音堂了 现在观音堂被困下地 张辽张文远出主意 让曹操收降观音堂 当然曹操愿意 所以有这段名书 叫观音堂土山约三世 咱们就书就不代书 代书咱们就说三国了 是吧 那么曹操答应第一件事 张辽认为很难 观音堂说了 想汉不想曹 曹操是奸凶啊 汉及我也 我及汉也 汉就是我 我就是汉 皇上都听我的 答应了 第二条 要皇叔刘备 左将军一冲停后 俸禄 就要他公司 他在朝中有官职的 曹操一乐 下背给之 这一句话 双公司 要您还得找这有权的 双公司给下来了 第三件事 将来有朝一日 知道我大哥刘备身在何处 我保证二位皇嫂我走 曹操不干了 我给他吃 给他喝 我好好养着他 将来他找他大哥刘备去 我干嘛吃饱了 撑他 张辽说 您记得遇让众人过世之论 曹操 读书 他知道遇让众人过世之论 明白了 说遇让 为什么不给范氏报仇 因为范氏对着一般人 你一般公司职员嘛 那你完了 你这公司倒闭了 我再找别的公司去 那么为什么对着制伯好 要给制伯报仇 众人过世之论 拿我当国事相待 我就得为他卖命 所以曹操就听了张辽张文远的话 对待官吟长 比刘备对他还好 我看你忘不忘刘备 当时呢 张辽张文远 也是愿意曹操 把官吟长收下 刘官吟长这条命 以报答 白门楼的时候 刘官章弟兄 救自己活命之恩 所以这三国呢 他绕 也不好说 这列国更绕 所以说 遇让众人国事之论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掌控 造香子怎么一听 好啊 你真乃 忠臣也 义士也 我赐你宝剑 你自吻吧 我不杀你 一让手捧宝剑 跪倒在地 我求您一件事 什么事 你怕死吗 我不怕 上次您把我放了 我还刺杀您 我知道什么时候逮着我 什么时候死 我不敢再求一生 两次您逮着我了 我没有求生的愿望 但是我要给志伯妖报仇 我要死了 可就没人替他报仇了 这是我难受之处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只肯求您 把您身上这件袍脱下来 让我手持宝剑 剁他三件 就算我给志伯妖报了仇了 不知道您能否恩准 要让我 我不愿意 我这件衣裳 打折还八百多块钱呢 咱赵湘子还真不错 把这件衣裳脱下来 好吧 为了成全你 烈士之名 把这件袍脱下来 首先人交给御让 御让把这袍 放在这赤桥 旁边一块石头上 手持宝剑 跳起来 砰 跳起来 砰 跳起来 砰 三件 然后 剑达脱下 抹脱的自吻了 赵湘子一条大纸 那么 遇让临终之前 在抹脱的之前 还说了两句话 说忠臣 不忧身之死 说民主不掩 意识之意 当然原文跟人差点 咱们为了说清楚 说我不怕死 但是 你是一名军 你不应该 把我这意气 给我掩埋了 我是为了报仇学恨 因为治不要对待我 太好了 所以赵湘子感动了 才让他这么办 斗完三件 自闻死了 赵湘子就念头这两句话 来呀 冲他是个忠臣 死是掩埋 把玉让埋了之后 手下人把这件刨 给赵湘子 赵湘子一看这件刨 赵湘子砍上了 这三件砍上 依然出了血迹了 真的假的 没法查呀 总而言之 惊心动魄 打这一来 赵湘子一病不起 甭管是真见着血迹了 假见着血迹了 赵湘子就病了 赵湘子一年之后死的 您说这件事 对他触动大不大 好了各位 刚才呢 咱们又听了一段 年历如先生 在宣男书馆表演 请不吝点赵湘子一番 您的想法